阿 好 那又來到我們的頭柱界面了 繼續同大家來講回 接下來新一年1月1號 星期日沙田賽馬翼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系列叫做單Q一張過 跟大家買回兩隻馬匹 至於這次買到的場合 就這場第七場 这一场第七场就是我们的二班草地斯兰千叶位的赛事来的 在金场马上面,马不多的,只有那十匹马而已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认真仔细点看过金场马这一堆马匹的话 就会发现到其实金场马很多匹马都是会跑的 其实基本上虽然金场马只有十只马而已 但是其实匹匹马也是有实力的 很多匹马在金场其实都是赢过 甚至是曾经试过跑沙田二班草地千叶位的赛事跑得好 所以根本上这十只马是很多只都有赛事,有根据的 所以其实这么多匹好的马在这一场上面 其实都叫做看到眼花缭乱 不知道哪一只马才是真名天子的 但是在这一场马,其实我们就简简单单 买两匹马就算了 因为留意得到,其实有些马这次的条件都是不错的 我就想来选它们 至于这次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马匹是什么呢? 这次我们第一只会选到的,就想选回潘顿骑的这只7号,平海宽星的 为什么这次会买到这只7号的平海宽星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看到这只平海宽星在今季的成绩一直都在进步 看到这只马就是越跑越好 大家看看,今季这一匹马其实跑了6场,但是已经有2分 一个第二,一个第三,一个第四 基本上他最近那5场的成绩都是说极之那么好的 最近甚至说转战去沙田草地跑这个1000米二班赛事 他都是说能够跑到第一回来的 那么重要这个第一,其实潘顿骑也是说能够赢得非常轻松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平海宽星上场是怎么跑先 那么这只平海宽星,就是这里的这只 灰马,黄衫黄衫黄衫的 其实上将由潘顿骑排着我八档呢 最后也是说极之那么轻松回来 那么就已经是说赢后面的对手了 都差不多半个马位的 那么而大家看回这只平海宽星上将是赢哪些对手了 其实他上将赢的对手,都是未来再出的那些 上场平海宽星其实就是说 赢过电源之驱,怡昌辉黄,状元及帝必长胜这些马的 那么而这些马里面,电源之驱和必长胜 未来都会再出的,是吧 那么必长胜就是未来的2号 电源之驱就是未来的10号 那么就是说上将这只平海宽星已经是说赢过 未来同场再出的2匹实力马了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只平海宽星最近的表现 其实真的说极之那么出色 那么还要再加上大家看完平海宽星再上一场 其实他不单止是说上场赢过来同场的一些马的 其实他在11月30号的这一场千二米赛事呢 平海宽星都是说赢过来同场的几匹马的 平海宽星当时这一场马呢 就赢不到的 跑过第二 那么但是他这个第二呢 已经是说赢过来同场再出的这一只9号 心之痕呢 那么和这一只6号的平常心 平常心上将就是说跑过第九 输轨迈给这一只平海宽星的 在这一场马上面平海宽星又赢多两匹马的了 那么所以夹夹买卖 其实这只平海宽星最近是赢过来同场四匹马 所以以马论马的话 这只平海宽星其实在来近的这一场都是能够称得高的 那么所以在来近的这一场马 他再出呢 那么我都想买回它了 那么因为始终我觉得这一批平海宽星呢 都是一只在今季越来越好的马来的 虽然说就说今次真情 增多200米来跑而已 那么但是呢 随时就是说再出多场 他都再赢都不出奇的 那么还要今场马 都是说放潘顿上去呢 潘顿其实这一只马 其实是说特别出色的 和这一只平海宽星 根本上就是说特别合拍的 那么因为大家看回 这一只平海宽星 其实潘顿不是说骑了很多次而已 他出就出了很多场了 这只平海宽星 但是潘顿只不过是骑了他两场而已 那么当时就是说10月5号骑过一场 10月18号骑过一场 骑了两场而已 而两场的成绩呢 是说赢了的 就是说潘顿骑这只马 根本上就没输过的 这一批马 是潘顿骑得极之那么好的马匹来的 人马真是说极之那么合拍的 100%胜率的 所以这只马 来着这一场马 潘顿再骑上去 他又狠骑了 所以其实都是说 有个保证在那儿 潘顿骑是说有个保证在那儿 因为始终 金场马 其实潘顿 都不是说没得选马的 潘顿其实金场马 是有马选择的 还要是 很多匹马他可以选择的 但是居然 他都是说选择这只7号的平岸宽星 那么大家看看 金场马 好像那些家应精英那样 这一批4号的家应精英 其实最近 都是有潘顿骑的 对吧 上将他都骑紧 甚至说之前赢马的 其实都是潘顿骑的 其实潘顿来这一场 但是可以选择这只马 但是他都没有选择 那么除了这只4号的家应精英之外 还有这些5号的东方飞影 其实这一批5号的东方飞影 也是一只潘顿在金贵 不断抓住他 骑惯骑熟的马来的 其实潘顿骑这只马 骑过很多次了 也是说赢过很多次了 潘顿赢过他 已经是说四次了 还要当时赢的路程 是说那些 沙田草的千二米三班赛事 和沙田草的千二米的二班赛事 那就是说 跟来近这一场马 相同的路程班次和场地 那就是说这只东方飞影 在来近的这一场 是路程班次最正宗的马 这只马很正宗的 跑来近这一场的路程班次 但是居然潘顿都不选择了 已经赢过了 已经赢了四次了 但是来近的这一场 都是说放手了这只东方飞影 没有选择了 之后还有那只 六号的平常心也是 这只六号的平常心 其实潘顿都可以选择的 这只六号的平常心 之前都是潘顿来赢的 三次了 他要抢要叫的 要骑的 肯定是说骑得回的 但是这一堆的杀力马 潘顿来近这一场 都是说没有选择的 反而是说选择了这只 七号的平海欢星 他100%胜率的平海欢星 所以我觉得这只平海欢星 在来近的这一场 似乎都是说要信一信回潘顿的了 因为始终 其实骑士 骑过上匹马里 他这么多匹马都骑过了 他知道其他马的实力 是去到哪里的了 而这只平海欢星 最近赛资又这么好 赢过来近的同场 都有一些马 所以我觉得这只平海欢星 今场马都是说要选择了 所以我们第一只会选择的马匹 选择这只7号的平海欢星 好了 讲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的马匹之后 就来到讲回我们 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那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其实跟平海欢星这匹马 这只会选择的马 其实经常性都是说有了道的 初约翰不会是说 贸贸然出一对马 出多过一匹马的 很多时候都是说有了道 他才是说这样出的 其实上将都是不例外的 大家可以看回平海欢星 和电源之区这两匹马上将的 其实12月18号的时候 跑这个沙田草这一千米二班赛事 电源之区和平海欢星 两只马都是说一起出的 两匹马都是蔡若巷马房的马匹 而你看回当时的成绩 当时的成绩 其实就是说 蔡若巷马房的这一对马 包Q的 那么巧又是平海欢星 搭着电源之区这两匹马 其实上次给到你看的了 蔡若巷就出两只 他们就包Q的了 那么今次蔡若巷再次用回同样的策略 出两只马 又是平海欢星搭着电源之区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匹马 随时是说再次包Q 都不出奇的 那么因为始终 这一匹电源之区 其实上将都是说 拍着平海欢星回来的 对吧 两只马都是说跑得好 在这一场马上 电源之区也都是说赢到 未来同场再次的那只必长胜的了 所以我觉得 这只电源之区 都是说有分约的实力的 最近都是一只 很明显有状态的马匹来的 而大家又再来到去看电源之区 之前的那些赛职 其实这一批电源之区 曾经都是说 试过赢过那些沙田一千米 甚至是说千二米的路程 这一批电源之区 已经是说赢过两次千二米的了 沙田草地千二米他都跑过的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场 他去报约沙田草地千二米二斑赛事 其实都是说 对这只电源之区来跑的 今次他真情真相 千二来跑 其实是说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电源之区 其实真的 绝对有资格在 来这一场马上 再赢都不出奇的 是吧 因为他不是真的不适合跑的嘛 他是一只跑千二路程正宗的马匹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马 这只电源之区再出 真情真女二百里跑了 都不要忽略他了 蔡若翰随时是说又包 还要两只马都让他抽着漂亮档来跑 对吧 一只五档一只六档 两只马根本上都是说好好跑的 两只马搭着漂亮档 搭着那些轻磅 随时又是说走掉的了 所以今次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马匹 都想选择这只十步的电源之区 好了 说完今场马我们会买到哪两匹马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头柱策略了 今次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连赢及位置的彩池 用这个彩池去买回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那两匹马 就可以了 对了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试这两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新一年 好运一月一 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我在这里祝大家新一年赢多点了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订阅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还有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